2010年11月24号 广西来宾市的一家宾馆突发大火 起火区域很快变浓烟滚滚 正当消防队员们准备和大火展开一场殊死不斗时 他们却惊奇地发现 由于防火门的组合 凶猛的大火并没有蔓延到其他楼层 火厂备困人员很快被成功疏散 大火也迅速被扑灭 防火门延缓燃烧的性能 在这场火灾中得到了吸血 防火门是我们常见的建筑内部消防设施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对火焰和烟气进行隔离和拦截 方便人们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下安全疏散和撤离 防火门之所以能够防火 主要是因为其门杉内填充的耐火材料 这些耐火材料能够保证防火门的耐火隔热和完整性 从而起到防火隔热的作用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 防火门关闭的楼层 烟气明显被阻隔在安全通道外 而防火门处于开启状态的楼层 整个楼梯疏散通道很快便充满了农业 按照国家标准以及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现代化建筑在防火墙上 楼梯间出入口或管道井开口部位都必须安装防火门 虽然防火门变不于我们的生活 但是很多人对于防火门的使用却存在误区 在许多居民住在楼内 人们为了楼层通风 将防火门长期置于开启状态 而在一些商场 商户们为了方便搬运货物 不但将防火门长期打开 而且故意把闭门器损坏 使得防火门无法正常开关 因此首先我们要杜绝 长壁式防火门在使用过程中 人为的使其常开 更不能因为防盗而将防火门上锁 其次要经常检查防火门 能否正常的开关 螺丝是否松动 有无人为损害 关上以后能否达到封闭的效果 如果发现防火门遭到损坏 应立即联系物馆或者装修单位进行维修 另外也不要在防火门旁 随意堆放物品阻碍逃生 此外如果遭遇火灾 我们打开防火门进入疏散楼梯后 千万要记住将防火门关上 这样才能够保证楼道不会受到烟气的侵袭 人们也才可以成功逃生